大家好,我是朗朗 今天是堂哥搬家的乔仙之喜 然后回乡下来喝酒 这是哥哥的新家 装修得非常漂亮 有三层楼 现在还比较早 好多客人都还没来 所以还没开始摆桌 这里是我堂哥 这里后门是厨师煮菜的地方 就是今天给我们准备酒席的厨师 还有阿姨新菜都在这边很方便 地方比较大 洗水池很方便 这位同学你在玩什么 八爪鱼 因为他很喜欢吃八爪鱼 所以看到八爪鱼特别开心 这个很好吃的 而且只有我们沿海的地方 才能吃到这么鲜活的哟 走吧 先不要玩 带你去附近走一下吧 大哥家的后门特别好呀 一大片的菜地 种菜很方便 哈哈 大伯母正在吃烟柿子 吃得很陶醉 哈哈哈哈 他不知道我在拍他 哥哥家的这个大门口 外面就是一条河 然后现在都种满了 是个水葫芦 这是一个柚子树 我们这边一般 自己门口都会种上一棵柚子 想吃的时候采摘很方便 花开的时候也香 对面是个加工厂 底下还有几只鹅呢 对面就是古县小学 去里面村里面逛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沿海地方捕鱼的鱼碗 本地话叫做老虎碗 一个一个圆圆的 然后直接放到海里面 专门捕鱼捕虾 还有螃蟹用的 做工比较精细 哇 水中的花好美呀 以前的村子 其实大部分都坐落在这里 现在大部分都往马路外面搬了 里面好多都是古老的旧屋子 大家看里面可以看到个别的老房子 都是之前移留下来的 前方有一棵大龙树 带大家去看一下 哇真的好大 这个龙树 大概应该要成年人 三四个人才能抱得住它吧 因为看起来好大一棵 应该都有上千年的历史龙 像这么大的其实比较少见 夏天的时候坐在这种龙树下面 成凉最舒服了 像我们小的时候 一般还会在这个龙树的枝上 搭一个就是淡秋仙的架子 那个时候可好玩了 龙树上面长了好多寄生 面白天 要啊 这么过来 更多的水 也能再让我们碎上鸡 等等 就像我们一样哦 第二个人 吃完酒席的时候 我们的习俗就是搬家呢 每个亲戚回家 会一人给他这一包的礼包回家